有时候专注于把一件事情做好 却偏偏遇上了无法预期的难关 这位台湾扫地机器人之父 燕成祥就是如此 27岁创业作音响 进而研发出了第一台扫地机器人 这十多年的辛苦 拼出了全球第二大事战律 卖到世界几十国去 连冰岛都能买到MIT的扫地机 只是2017年 突然他遭到美国大厂 撰告专利侵权 燕成祥觉得很委屈 他形容这是年收十亿的 台湾公司小虾米 对上了两一收 260亿的美国大厂大鲸鱼 这官司一度使他灰心丧志 直到员工全都失业了 这才激起了不甘心 他决定放手一搏来争取权益 带您看看 燕成祥用什么方式 成功让大厂和解 还成为唯一能在美国销售 扫地机的人 索罗斯生茨奇比洛 这里是全台最大 全球第二大 年产上看300万台的扫地机器人生产线 清一色大姐们坐镇 只见眼前这一位 上下盖盖盖起来 盖起来的时候 要检查这个线有没有压到 那时常这个动作会发生问题就是 你盖起来把线夹到 刚开始夹它测还OK的 可是运送的过程中线就断掉 利洛拼装或在婆婆妈妈间 他不是员工 他是台湾扫地机器人之父 燕成祥 我产线装扫地机 可是常有的事 以前你在这边上吗 炒没有死 怎么样炒 因为他们人不够就会找我来帮忙 可能刷到要死 你们两个人我来就刷到要死 真的啊 那个就很辛苦你知道吗 他收家很快啊 因为老板在前面都做完了 你后面没有跟上 会不好意思 所以我在前面一做 后面的一票全部都累得半死 我们燕董手脚很快 我们一开始还不是做这个 我们在做空气清淨机 以前那个清淨机的滤网 他都会做啊 因为会做的没几个 因为那个要熟巧一点的 巧手的阿桃姐 跟着口中的燕董一做二十多年 已经是阿桃骂了 没想到看来年轻气盛的燕成祥 创业已经三十三年 赶兵的他 二十七岁当老板 从音响空气滤浸器 一路做到扫地机 工程师出身 设计组装全自己来 但燕老板不只是老板 还是员工的万事通 插上这个录影卡 然后这台呢 就是一个录影机 这边就是维修电脑啦 然后我的 我有一些备品呢 就是放在我这里面 他们随时都知道啊 滑鼠坏掉就来找我 然后耳机快掉也来找我 就是为了省钱嘛 为了省钱就什么都自己来 省钱不只出了名 一探办公室 根本是小心维修站 买银行淘汰的电脑 他都能重新组装 燕是节省哲学 连英文名都很贴切 你知道那个燕董的英文名字 杰森 直接讲中文啊 我直班 结婚以后 我老婆说帮我取个英文名字 叫杰森 我后来用谐音我想说 这个名字好像取得 跟我的个性还有点像 杰森 节省一哥 扫地机一座15年 不只做到全球最薄 扫刷快拆 从外线赶测称霸业界 还昧进冰岛 全球几十个国家 没想到2017年 他58岁那年 遇上史上最大风暴 美国事战第一的 扫地机大厂埃罗巴 突然告他仿貌 他的专利最早是我装到东西 我要转向然后我离开 这个就是他的专利 所以我们的律师就教我们说 你装到东西不要转向 先后退再转向离开 这样我们就可以闪过他的专利 但是他2014年他去修改他的专利 他就说我的专利是什么 我的专利是撞到东西离开 那怎么办呢离开 你所有动作只要离开 这里都叫离开嘛 你不管转向你也是离开 你后退也是离开 所以2014年他修改了 他的专利范围以后呢 我们全部都中了 爱罗巴的专利 他只要告谁呢 没有一家躲得过 连同扫地机碰到墙角 就离开的技术 被告了六项放冒侵权 布置燕丞翔 全球其他十家业者一起告 他这也才知道 大公司为了排挤同业 独占市场 祭出这招法律战 没有被告你不知道说 美国还有这一条 他可以去修改专利范围 要在台湾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们想专利申请完 专利就是不会变嘛 不然因为对手这样做 你又去修改一下 刚好跟他一样 然后你就去告他 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他去修改一下 刚好又跟我们一样 然后就来告我们 他揍你一拳你也屁他一脚 就只能这样子做啊 对方是全世界 市占率最高的同业 不无止磨刀祸祸 跟采取美国ITC 打专利战策略 一年就要裁决 一旦判定 任成祥15年的努力 等于背叛死刑 省钱一哥想扳急 却没有筹码 律师一报200万美金 就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200万美金 那我们当下就想说 第一个 没有钱就不要玩了嘛 我们有钱 但这个钱是 我们要盖我们新厂的钱 但是新厂的钱 我们可以用借款的 我们不一定说 一定要拿自己的钱来盖 所以我们当下就想说 把我们要盖新厂的钱 先挪来打官司 所以阿罗巴后来你知道吗 他们的律师 跟我们的律师 问了一句话 他说 你美国只有4%的市场 我不了解你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来跟我打官司 他在想不通 这么一家小公司 花这么多钱 来跟他打官司 我们只是想说 我一定要洗刷我的清白 我不是copycat 我不是仿冒者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一辈子的心血 整整算起来 只有9个月时间 为自己洗刷仿冒冤屈 还好关键时刻 老天爷没有放弃他 彦龙你好 你好你好 老战友台湾最大专利火药库 工艺院团队找上他 一起联手出击 这个小小黑盒子 就是秘密武器 用台湾工艺院自有专利 展开逆袭 我们这个专利之所以有效 是我们用了CAMERA 那为什么CAMERA这件事情 是有效呢 是因为看样子 它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这只机器人上面 装CAMERA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我们的同仁就发想了一些专利 那这个专利呢 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它用了所谓的陀螺液 第二个是用了所谓的CAMERA 这两件事情的组合 我们认为未来 一定在某些产品上 会有组合 那我们就在那里面 申请了这样的一个专利 那这个专利呢 刚刚好这一次就用上了 工研院的四项专利 可以侦测位置 可以建构地图的技术 十年新鲜如今太上用场 和雁城翔联手反击 甚至把战场 从美国拉到中国 到知识产权法院 告对方侵权 一旦雁城翔告赢 美国大厂必须退出中国 当天一告 搜索对方厂房 立刻遭到查扣 当天就到阿罗巴工厂 查扣了一台仿冒品 就带回知识产权局 然后他如果带回去 知识产权局 鉴定这个是仿冒品的话 直接就封了他的工厂 这是比海关还快啊 连生产线都不能开工 仿冒品不准生产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恰到他的核心 把官司从美国拉到中国 果然这招成功奏效 小虾米击败大鲸鱼 九个月后双方和解 莫名被告 胜前一哥超感慨 他每次被告一下 就发了三大发明 但是我跟你说 阿罗巴把他的竞争者 全部赶到海关外面了 就不准进口美国 他的竞争者也是我的竞争者 我现在发现说 我今年过完年后生意变好 因为我们在去年圣诞节回头 因为所有的人都被赶走 不准卖美国 全美国只有阿罗巴跟我可以卖 人生因不得福 变成想要成为阿罗巴之外 唯一一个能进居美国市场的人 这一帐更为台湾产业 写下一页历史纯奇